阿彌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薩拉雅王阿彌陀佛 這個終於他更新了 看這次更新會不會有不一樣 不要再隨便當,而且不要靈靈不同步 讓我們去學校給我的個人願意 我們今天是看Deal with Type 對形別的一些處理 現在67頁重複100 處理形別 As our program get more complicated We will see that the types we use also get more complicated 隨著我們的這個隨著有 城市越區變得複雜 我們可以預見 我們將會使用的情別也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在用形別上的複雜度 在用形別上變得越來越複雜這種現象 它會導致 Arise in two different 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 Sometimes are hard to spell 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些某些 有些形別會非常難的 難去拼 去拼那個字嗎 That is 這個意思就是說 They have forms that are Teddy and error poem to write Teddy Ted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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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形別會非常的難去讀 像說未同絕大 Air phone Air phone BI 在寫的時候也常常會出錯 p-r-o-n-e p-r-o-n-e Ping 錯錯 ERROR PRONE 意思就是說這些行為為甚麼很難去讀他拼寫他 我們中文也有四讀嘛 四凡寫簡 寫的時候用簡體字簡化字 認識的時候會認識反體字 傳統字 Moreover the form of the complicated part can of skill is purpose of me 一個複雜的形別 它這個形狀和外觀組成 形成它的縫 可以 朦朧 is purpose of me 一個複雜的形別 他看起來是對他的想要做任何事或他有一個用途 有時候看起來是很模糊的 很隱晦的 不明明的視野 處理性別 the other source of complications is that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the exact part we need 這個前面是第一個源頭 他說這個複雜度可能會導致兩種邪果 兩種下場 第二個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複雜度 source of complications 另外一個 源自這個複雜度產生的就是 有時候 it is hard 非常難去決定 我們需要的 非常難去 根據我們需要的去 精準的 決定要用哪一種形別 當我們很難精準的 確定我們到底需要哪一種形別的時候 當這樣的時候 can require us to look 這樣可以逼迫我們去 去回顧一下 深入的去瞭解 在這個 程式的 這個需求 情境嗎 在程式的那個內容 脈絡裡頭 到底我們需要的是哪一種 行別 他這裡主要就講的是 程式越來越複雜之後 行別也會不會有複雜 行別複雜造成兩種結果 一個是行別 二是很難讓我們認知 這個行別是不是我們需要的 再來就是我們所需要的行別 很難去精準的把它定義出來 供我們使用 那這兩個 因為程式開始變複雜之後 造成的現象 也會讓我們 逼迫的我們好好去看一看 我們的程式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看一下它中文翻譯 我理解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程式變得越加複雜 我們會看到我們所有的行別 也變得更為複雜 行別使用的複雜性 有兩種來源 它的意思就是說 兩種來源就是 Arising 導致 我是說導致 它是說 噪音與這兩種原因 出現發生 發生在兩種 也對了 它翻的比較對 它翻的比較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Arise 它是讀成導致 導致結果 它會發生 出現 好 某些行別很難拼 你看它也用拼 spare 還有引號語 也就是說 That is 它的形式相當繁瑣 而且翻得不錯 而且容易寫錯 這個很好 翻得很好 這是中文的翻譯 又翻得好 因為我們是根據字典 它就 翻成反鎖 它是法位 可是都不能說 根據Google Google翻譯也不知道在幹嘛 一五的還是不行 好像是整個網頁要翻 Tedious Tedious 它用 繁瑣和Tedious 反鎖 是枯燥方便 最容易寫錯 此外一個複雜行別的形式 可能使其用博弈變得 就是 秉諱不明 不清不楚 我們翻譯 會不明是比較好的 複雜性的另外一個來源是 有的時候你很難決定我們需要的 到底是哪一種形容 要這麼做 我們可能和 要這麼做 我們得 回頭查看程式的情境 你看這個就翻得很爛 重要是受 這麼是哪 對不對 就是 Hard to deter 它這個受一定是在這個 決定 我們需要的 那個精確的性別 精準符合我們需要的 確實符合我們需要的那個性別 阿彌陀佛 有聲音嗎 這裡就翻得爛了 要這麼做 哈 所以你看又來了找對 那個嘛 對不對 這是 在67頁 關鍵是這個 所以 這個 什麼 找對主詞嗎 對不對 就是 這個 to determine 就是 so就是 想要 精確的 符合我們需要的 行別 去決定我們到底需要哪一種形容 我們需要 這個回去 帶回二座 你看 to look back into the content 這個就是帶回二座 好 跟你說問題 回到二座嘛 對不對 這裡誰的對錯 是太 這個太到底是不是我們需要 那翻成這樣 267 請教這個網速就是快 所以等於是 它那個速度不輸給 本機的硬碟 沙塔的硬碟 可以飆到幾百妹 相當於 byte就是 除以8而已嘛 就是byte 現在是60 就是67 翻了 要這麼做 有時候 有時候 誤打的另外一個來源 對不對 然後翻成這樣 翻得不行 來源是 有的時候你很難決定我們需要的到底是哪個行為 要這麼做 我們可能得回頭去卡看 城市情境 不好嗎 翻得那麼爛 爛的就用好路把它飆出來 要這麼 這麼是哪摩啊 不講清楚 這麼又瘦嗎 你翻得好我們不吝嗇 你翻不好我們不客氣 你翻得好我們不吝嗇 你翻不好我們不客氣 哇這個額是沒有 這個澳洲的小天使眼下 超貴的 澳洲小天使眼下啤酒 澳洲小天使眼下 一罐就多少你猜 我那個十八天的那個台灣啤酒才 不到幾塊 這一罐就七十五塊 火燙的那種 因為進口 我買三罐十八天的那個台灣生啤酒也才一百多 才一百塊兩百塊而已 三罐一罐六幾而已 只要容量四罐這個幾倍 三百多那個大概六百 好繼續啊 新別的別名 Type 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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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是沒有es 因為他用s結尾 副數就是es 這個google我們是一定會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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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別的別名 中文版就放行別之別名 一個行別的別名 is a name that is a synonym for another type 是一個名字他同意的 他代表了 另外一個行為 Type alias is Let us simplify complicate type definition 行別的別名 讓我們簡化了這個 複雜行別的這個定義 make those type easier to you 讓那些 type就前面講 is will 容易拼錯嘛 所以你給他解 其實應該說行別 這個太文雅了 其實就是行別的什麼 綽號 就是他的綽號 就是他的綽號 我的別名 就是他的綽號 alias 我相信alias應該英文也有綽號的意思 codename alias name identify 他有nic name的意思 綽號 應該也有綽號 應該也有綽號 別號 別名化名 綽號 別號 我覺得應該是有綽號的意思 就是 另外化名 當然綽號是就比較正經的 化名為 化名 假名 這假注意不是真假 這假介 對 對 對形別的處理 第二點 就是對形別的操作 這應該是 對行別的 處理行別應該是 對行別操作的撇步 我注意事項 對行別操作 操作行別時要注意 要注意的 對 有印 Não 當然很好 中文就這樣一個代名詞 什麼他不講破 你回上下文怎麼講都可以 英文也有類似這種文法 我才是真正懂得這個語言 盲點 我們來看那個開始詞點嗎 真的有撇步嗎 真的就是這兩隻 為什麼 明明有的撇步啊 撇步 撇步 步就是步伐路徑的意思 我想台語是這個樣子 走法我們說涵丹絕步 對不對 學他的手的姿勢或者方法路徑 撇 一撇兩撇就是一撇下去 他說天算 人算什麼不如天一化 那個化就是這個意思 撇 嗯 台語真的是很棒 真的 保留很多這個漢語的精華 畫三撇嘛 所以他一畫筆畫有關 撇步叫撇步 就很快速 隨性 撇這個 撇能撇 漂撇 你看 很瀟灑的嘛 對啊 漂撇 因為漂撇 撇就是很瀟灑自在 撇步就是可以輕鬆揮灑 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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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翻突出不是强调 突出这一种目的 这个行别到底是用到什么用途 这个行别到底是在哪方面他有利 哪方面靠谱 大陆的靠谱给力 靠谱是值得信赖的 靠谱是值得信赖的 靠谱很牛逼 给力 不给力给力 欧神也对啦 就是很 你想要什么他都可以应付你 当然也是欧神 大陆的俗话 靠谱 靠谱 靠谱给力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行别的别名 经由下面两种方式 传统上我们用着 type definition 前面有出现definition 这前面有出现definition latter is simplified 复杂的形变定义 靠谱 是可靠 值得信赖 离谱对啊 跟离谱相对 离谱竟然是 很夸张靠谱就表示很正经 可信的 给力 你看 就是表示有方式有作用 给面子 就是很有用处的 很 很应急的 很能够应急的 我们用一个type depth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 key word 程度上我们用个type depth double 那 Have a double ways Wage is a synonym for double 是喔 可以这样 所以他的语法就是 你先写一个这个要取这个别名的关键字 那double的话就用Wage 才表示 Wage 没有东西 Wages by H E S 没有啊 工资 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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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他这个是想要算薪资的 对不对 所以他用 Wage 所以他用double 用double 用wage wages wages 作为 所以他这个就是 他语法就是你原来本名是什么 这个绰号是什么 Wages is a synonym for double Type depth Wage base 难道是Base是Wage的那个吗 不是喔 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Wage是double的 别名 所以他这时候 Dev Base Base又是Wage的别名 It's a synonym Fordouble 对啊 Base又是另外一个 因为他是Wage 在这里的话他是Wages 另外一个别名 那P呢 他的形别就是 Fordouble 的指针 P的形别是Fordouble的指针 还是这样 你要知道P什么形式 你要往前找 那这个只是说顺便 他用了他情别 Base的形别是 他嘛 他的形别又是他 因为他是他的 同一步 所以 P的形别应该是Double 没错 是一个Double的指针 可见这个 Alias 他是可以无穷尽的 Alias下去 一个 Aliases 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想变这两个紫色 钉在这 哇 我这里还没有钉 那我不该取消 从开始领消 钉一选 这开始功能吗 有钉吗 跑哪去 嗯 我随便搜个信号 之前收过 诶我都 我已经跑哪去 他说已经有钉了 那我没有话 对不对 没有啊 听到哪里去 DZVU的 从开始 我再重钉一次 我这时候跑出来 这才对吗 这有那么少额勒 闹钟 要干什么用 闹钟马表吗 还没有记得起 和手机的REASE 好 Man 前面 嗯 Type 这个关键字嘛 Type 这是本尊 有写前面 Double 后面是 Wage 怎么会是一个 难道他作为别名 他会变这个颜色 我随便用一个 对耶 格式话 别名他就会变这个颜色 Wage 然后这个在 Tag 基本尊 这个是BES 然后再定义另外一个P的指针 然后 对呀 为什么这里又错 对呀 啊 哈哈哈 为什么老师干这种事啊 要写钱 所以你看不死打 你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请他Cout STD我已经 UsingNamespace 所以就直接Cout Cout什么东西呢 P P的 不行啊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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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传回这个Type的information 没有 这东西怎么样 想传回他的information Type的information 这东西 每个坏都这样 Cout Type 就是這個 TimeName Object 它的實作實體 那我們就定義一個 它也很危險 可是我是想到西夏的定義 可以這樣嗎?也不行嗎? 它沒有預設建構韓式存在 沒有預設應該是可以直接調用 你倒是要這樣 真的耶 它倒是要scope下來 所以西家家裡頭好像都是用scope operation 是可以嗎? 我想說 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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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淨泰成員參考必須相對於特定文件 也是這樣嗎 真的,還有資訊 誒? 別忘了N9 不允許類型名稱 類型的名稱,這不是類型啊 奇怪,他也變這個顏色 P For Base is Synonym for double Base is Synonym for double 此生 Point H也是Double的同義詞,Base是Double的同義詞,P則是Double 這個的同義詞 P是Double的同義詞 Double,所以他也是類型,沒錯 他的意思是說 Base是Double的同義詞,就好像Wage是Double的同義詞 這個是定義什麼呢?這個是定義說 Dative Double 這一個P是 Podouble 加一個信號 Double指針的同義詞 Double P是等於Double指針的同義詞 P P 然後 指針 然後給他用一個Double 曲子 Double曲子,我這裡 Db還沒定義,就是Doub而已 Double指針 等於是Double 3.14 曲子 指針曲子沒問題啊3.14 魔法用來出詞化 P 這個的實體 類型 應該不要加這個 對 你看完全對 這個是剛剛錯誤 P1 P1印出來 P1 Type of P1 你看他這個給我們例子 他後面也沒有N line 把他清除掉 這樣還對勒 怕死人 Ctrl F8 我們看區域變說P1 他就3.14 取一個值 add ourselves 取值 P1 現在還沒出實話 指定下一個3.14 取值 其實是對的嘛 因為他是一個指針 雙精準度浮點數的指針 所以我可以用雙精準度的 給他出實話 這樣我們就真懂 P1 3 P1 P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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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別名,也叫什麼? 也叫綽號 所以就可以用它來 就是一個類別 所以你看它這個是什麼顏色,所以它為什麼用這個顏色,它就是告訴你這個現在它已經是個類別 這也是個類別,Base也是類別,然後他們根據的都是其實就是Double這個型別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才可以用它這個類別 作為一個型別來定一個新的這個object 或者variable 這是我們自己摸索出來了 你才真的懂嗎?你會應用的表示大概就真的懂 4點多 P4 Double 所以它是這樣,所以這個很特別的是 那因為我們前面學過它是 豆腐號就是省略前面的型別 那前面你看這兩個都是Double 尤其主要是這個是Double的別名 所以它根據它又是Double的別名 別名的別名還是Double 那後面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型別就往前找 對啊 所以它還是Double嘛 只不過它加了一個指針 Esterisk 在這個宣告區 寫在左邊這裡 我常常都給人家寫在右邊的 右邊變成成號 呈法 呈號的那個英文上面 哦 Multiplication sign Multi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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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 Multiplication sign Multiplication sign 了解 Multiplication sign Multiplication sign 這個 they were 這關鍵式 會 在一個形別的宣告拒裡頭 宣告的成數式裡頭 出現作為一個 那宣告得也好 2.35 第60頁 2.3 50頁 現在是進入第68頁 2.3是講宣告 可是一個參考就是一個別名 2.3 50頁 可是50頁那裡並沒有說一個 並沒有說 宣告 668頁 Course work 應該是講 這個別名的問題 宣告不是在這裡講 這是68頁 一個宣告 如果包括了一個 Type Depth的關鍵是 就是 那麼它就是其實定義了 那個行別的別名 而不是定義了那個行別 沒錯我們剛剛這裡有試過 對不對 它不是定義了那個 那個變數 不是定義那個變數 它反而是行別 對不對 所以都是變這個顏色 這個都是行別類型 Class Type 那個 那這個藍色是表示key word 這個就是行別的顏色 西下培也是這個行別 標這個顏色 表示它是一種行別 它具有Class 作為它的靠山後台 就好像在其他的任何宣告裡頭一樣 這個宣告可以包括這個行別的修飾字 這個宣告可以包括這個行別的修飾字 那是Define Compile Type 行別的修飾字就是這個 這個行別修飾字 Modified 那 定義了這個複合行別 Build from Base Time 是由這個基礎行別建構起來的 那這個基礎屏呢 是定義of the definition 我們看一下中文 關鍵字 TypeDef 可以出現在宣告中 作為基礎行別的一部分 基礎行別的一部分 怎麼會是基礎行別的一部分呢 這個宣告的基礎行別的一部分 基礎行別的一部分 就好像修飾這個基礎行別 包括台北的宣告定義 就是行別名稱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definition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還有兩種籠統 它是很肯定的 定義的是一個行別名稱 別號 而不是 Betherian 不是說of the definition 他這裡這樣可能是of the definition 跟在其他宣告中一樣 宣告其Decorators 我們剛剛這個看錯 宣告的單元 我們翻成宣告單元 比較清楚 宣告器 每一個宣告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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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包括一個行別的修飾字 修飾相 然後這個修飾相 是什麼樣的修飾相 定義 宣告器能夠包括行別的修飾器 然後再用器翻過 定義從該定義的基礎行別 建置出來的負荷形 就是在這個定義裡頭的心腹情別 建構出來的負荷形別 這也是西家家線的New Standard Introduce a Second Way 就是另外一種取行別 對一個行別取別名的方法 Area Decoration 是透過一個叫Area's Decoration 來時完成的 他前面有講說 要為一個行別取別名 有兩種方法 Using 這個跟原來到這個行標準才有 這個其實西下就是這樣 Using 等於這個 Seals item 他前面他自訂的行別 這本書的作品 Sis item 等於他取前面兩個字 It's a synonym for sales items 所以以後我們就不要寫那麼長的算 他前面有講過容易拼寫錯誤 對不對 越來越複雜 行別越來越多 不能重複取名 所以那名字又越來越複雜 有時候就拼說乾脆簡化成SI了 這個其實我會 七下就是這樣 西加加11 我們前面看過西加最新的是到17了 目前 到17了 我們這本書只到11 西加加11 西加加標準 你看 1998開始 第一個西加加標準 那你現在是2019幾年了 20年 2019 1998 第五個西加加標準 那我們西加加11是第三個咧 應該還早咧 這本書 大概是早期發展的時候寫的這本 Primer 入門首次 所以透過一個Alias Decoration 一個別名的宣告式 就是這樣寫 Alias Decoration starts with a keyword using Follow 緊接著是一個 Alias 的名字 And 一個 Assign 一個等於的符號 在城市裡頭 等於其實就是Assign 指定 所以這是他的語法 先用using 你要的別名 再用講語 然後後面就是你想要取別名的那個本體 本尊 是誰 Alias Decoration Defines 這樣 這種別名的宣告式呢 他是定義了 The man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the 他是定義了這個名字 是在等號的左邊 把他當作一個別名 對於在等號的右邊的那個型別的別名 我說中文就有這個意思 Alias 一個型別的別名 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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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用了另外一个 那这个可能就是 你看这个 对不起 不是Hurly Hurly 时薪 一薪起周薪 对不对 一周的薪水 所以他用Wedges 让人家能够明白它是薪水的行别 可是这个薪水也是取决于 它其实等同于Double 薪资 我们台湾比较用不到Double 台湾几乎都整数 现在几乎 对不对 几毛钱 几分钱没有在用 没有人家算小数点 那美国啊 美金还有 所以他需要用Double 那在台湾的话 可能用Integer就可以了 整数 在习加里头是这个 In就可以 好 其实就是Integer的 缩形 整数 Integer 好 塞Item 前面 他都层前面 所以他其实就是 这个Item 他的心别 是Size Size Item Size Size 这个我已经会 这个有C加 CShop的基础 都会 C++就OK 我们中文真的就叫C++ 因为英文就叫C++ 所以人家为什么会有CPP 对不对 甚至用PP 当作他的那个副档 也是这样 C++ 所以他这个数很好 这里需要用到前面都敲过 还有 行别的别名 我这要仔细读的 经读的部分 这个宣告呢 如果用了行别的别名 那这个别名是代表 Led的后卫修士 代表了一个复合的行别 and account 它也代表了复合的行别 甚至一个场子 然后可以产生一个 就是会产生一个 令人惊讶的 令人惊讶的结果 一个宣告如果用了这个行别别名 然后这个行别别名是代表了这个 复合的行别和 常词 Counts当然不是常词啦 就是Count Qualify Counts修士词 主要行别还是指Compile Types 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行别别名 是代表了Compile Types 的别名 然后它又是一个 有Counts修士词的 那个的话 会产生一个令人 例如说 the following 下面的这个乘数是 就用了这个type p as string p as string p可能是pointer 是指标指正 string就是字串 下面的乘数是 下面的宣告 它用了一个行别 它也叫p as string 这个p as string 是一个别名 就是for the type 后面加星号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看我要复习一下这个 所以你要说什么别名 什么行别的指针 那个指针要写在后面 因为在我们定一个指针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星号 Ester 也是会放在他的后面 然后在我们Visual Studio 它就会靠 靠这个行别去靠容 那 它说我们本书 它是 Ester 它是不靠行别 它是会靠变数那边 对不对 那这也一样嘛 所以它这个是 恰这种行别的指针 对不对 它是这种行别的指针的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是用p as string 来代表 所以提到p as string 它其实是恰的一个指针 的意思 那现在还没用到cost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daddy of char 对啊 p as string 它是这里先定一个别名 那你也可以写成 那我们用它两种方法行 那我们用它两种方法行 这个是指标cost 以及行别别名 这不用啊 中文翻译不用 呃 你看 那都删掉 要被人家 要勤快一点 就是p as string 然后它是 呃 恰 指针 然后是p as string 对啊 所以p as string 就代表恰的指针 就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是 靠右边 那我们这里是靠左边 你如果靠右边 它大概也是靠左边 跑去 没有 意思是一样的 它其实还是恰 靠左边的 靠左边的 它没问题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用 用 p string 1 因为已经有p string 等于 恰 指针 这样也可以 然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 发现这两个 行别其实是一样 对不对 啊 比如说 p string 1 我定一个 指针 叫p 然后它是 取一个指 给它出指化 它就要是用恰 来给它出指化 有个ch 等于a 好了 这个要当引号 恰的要用当引号 然后这里又有个取指 ch 对不对 那p string 2 1 我就用p1 等于它取指 是不是ok 对啊 所以你到时候就可以看到p p 我们要给它判断p 等于p1 我们就 运出 hello hello 我们就运出hello 看看会不会运出 诶 有出现错误 没有加分号 表面 你看 黑子 印出吧 p是不是就等p1 这两个指针是一样的 没错 诶 自创自人 自创中的自人无效 你看它的行别就是恰了 9 7 怎么会 自创中的自人 无效 9 7 这个怎么会无效 可是它竟然是等于ok 下 取指 我这也不等于 中段是control auto 加break 可见 我这也不等于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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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寫法都可以 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時候他代表的就是一個指針 就是複合形別 代表就是一個形別 你就懂 PStream 就好像你今天定一個 你看你在這定義就好像這個我們P2 好像我定義一個 恰 是一個形別P2 給他寫取 這一樣 P1 如果等於 哎呦 難怪剛剛等於是兩個等號 我少一個 你看 沒錯 難怪他說 這是True 沒錯 P等於P2 對不對 你看位子的指針指的都 自然中自然無效 我們不知道什麼意思 至少你看位子 指針就是儲存位置嘛 完全一樣 PP 這完全是一樣的東西 那他只是現在不用這個恰 信號 他用這個 就可以取代恰信號 因為他已經命名這個 是恰信號的別名 或者是用這種寫法 又是什麼 台北 這是傳統的 Traditional 而且沒有提到Traditional 傳統上 中文也是這樣寫 67的最下面倒數不深 傳統上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Use Tai If Ever 有這兩種 我們剛好這個實例就給你看到 這三個其實都一樣 這三個其實都一樣 三個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看你要怎麼去定 這兩個也是一樣的 你們 這一錯 不等於 要等 單獨一個等候 其實是össain 這兩個比較大的 這等號英文是什麼 其實在城市裡頭不叫Ecar 它其實有Assign Sign Assign的門 我們的英文越來越厲害 直接看英文原文書都ok 我想到我當兵的時候 學長他們都說 哎呦什麼東西不能讀 碰我們就直接讀美軍手冊 因為我們船軍艦都是美軍留下的 唉 結果把一個私傳好幾 不知道幾代了 可是後來美樂軍艦也都沉到海底某 剛才只有我這個遊擊中式 恢復了那個手動超車 我不知道其他我們那個運輸艦 我們那時候 有美樂艦美增美瓶 好像四個都沒有 美字號 美字號 中國軍艦博物館 美增美瓶 美字號的歷史故事 中海級戰車登陸的人 就是這個東西 美軍海軍美字號的人 幫幫幫幫幫 我覺得是美字號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每次要 有視頻 最近我家 我服役的傳有道 我說不出 不細看啊 真的聽一下 你看 我那時候看那個原文書 美軍的技術者 我就是 那樣完全都是 我想說 我們應該聰明 教練 神經 中字號我們是美字號 美真美樂 為什麼講星啊 356黑號 都成海底了 福音紀錄除音 美樂你看他在舊資料 還沒求你 求你了不知道幾年 美樂還最厚的 我不是 是 玩警示意料 老太隆衝 你看 四匹勞馬 美樂 對啊 2005年一併處理 我是1999年退伍的 民國88年 10月 1999年你看 6年後他就處理 來一併處理 處理前6年 你看 我是廚藝前 六年 阿彌陀佛 有機中士 失禪多年 人工 超車 阿彌陀佛 又名手動超車 在我自修美軍 遺留下來的原文 在我自修美軍遺留下來的技術手 自己爬管路 在自己爬管路 問工廠塞 師團多年的人工超車 在我自修美軍遺留下來的原文技術手 而在自己爬管路 問工廠師傅後 恢復 古道 八年抗戰 就壽終正情 原起原滅 隨緣不換 隨緣不換 我是廚藝前六年 遵守真認真子 沒想到 沒想到 我的兵級號碼是多少 我都忘了 五一二 沒想到失禪多年的人工超的 又名手 在我自修美軍遺留下來的原文字 三十四年 四年抗戰 自己爬管路 問工廠師傅 是不是叫交陪啊 高陪 台語是高陪嗎 現在都是打交陪 不知道對不對 是意思是好像真的高陪嗎 高贝 就是这两只要安心用 在自己和工艺上 工艺师父高贝 又智慧和工艺师父高贝 又智慧和智套腰法 恢复 传给绑卡 属下绑卡还是 卡 要绑卡 卡 4卡 2卡 2卡 扑卡 2卡 3卡 2卡 3卡 2卡 2卡 3卡 3卡 4卡 你看台語的專家也是定做的 就是台語的R的本字 這可能還可以再研究 這個字為什麼會唸R 國語是唸指差那麼多 台語它其實是行聲字 那個會議字 國語卻是行聲字 應該這也是有假介 或者行而行 我覺得在右邊可能是寫鴨頭的鴨 你的字形像又亂 我是除以前六年 國八人媽也退我的右肩動手 沒想到失傳多年了 人工超車 用名手段載我自修 美軍遺留下來的原文技術手車 在自己爬軟路 又知道要包含工廠支付高分後恢復 不掉八人康復手裏的首中生前 不掉八人康復手裏的首中生前 好 真心眼鏡 好 真心眼鏡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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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應該要修改一下 美樂金劍 沒有 美樂 美樂力 只能用那個吧 美樂金劍 六季宗室 美樂金劍三五六 有這個素材 還有這樣 看這個有沒有改 對不起 幸之一來了 這也沒有改 我是處於前六年 推我的有機公司 沒想到是很多年的人工操車 讓你手動操車在我自修美軍衣留下 其實我在自己爬館都是 這套要包含工廠師傅告白後 恢復傳給黨咖 不到八年抗政的時候 你就受眾證書 真是緣情緣 我真不知道 除了我之外 美之號 尤其美樂軍艦的 還有幾個 會人工操車 或是台灣 台式大國文議員 去做有機鬆事的咧 那些 氣修科的學長們呢 為什麼就叫 就叫這個技術失傳 也沒人管理 也沒人管理 真是 南無阿彌陀佛 不管是國文戰略還是隱形戰 我身手真正勝負可謂是君子不棄了吧 那皇任現在正在自派 希薩家 世絕自修實境秀 只希望我是最弱的 好 我們這個還沒有分享出去 這邊 看 所以我在劍上跟我媽媽跟我弟弟和派 在那邊嗎 竟然一直露在 封面嗎 買帽 就在我們軍艦上三圍 這是我們右旋 這是另外一個新港級的吧 2011 當然不是啦 這是後來上船的時間 真正的時間不知道幾年 忘記 1999就退役了 你看 那時候我的一個學長大一梯的 大一梯的是學長 他是電機的 那時候船就是電機 就靠他 當然他們還不能算電機裡頭最強 也是數一數 其實很多大部分考 後來就幾乎我們兩個撐這一條船 他管電機我管郵寄 郵寄就引錢那個我前女友 都把他封鎖了 都不能 聽說美樂經濟現在才喊點 三年前 真懷念我也很懷念 誰不是這樣 通病是 剛剛發這個他我看八成又會來給我回 很久沒跟我來互動 人工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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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足跡操車系統 中國海人 全速操車 超車我們輪船裡頭是算有名的事 這兩個我都不認識 不認是學長還是學弟 你看做我學弟也不容易啊 沒幾年就沒了嘛 絕大部分都是學長 操咖 咖 順便 複習一下咖 摔焦嘛 焦你看七七七轉顆顆喝 尤其阿會轉阿嘛這沒問題嘛 台語的咖 跑腿的嘛 咖 國語念腳 其實我懷疑 像我們國語念教 他右邊念教 所以應該 咖也可以 你看 他台語就歸成什麼 他也沒唸 歌 沒有讀音 他這也有咖 所以應該 這兩個就是不同造詞而已 這個國語他是用雀當聲符 我看看害羽多分農之谷 他應該是雀當聲符 對嗎 雀腳機器吸馬 他入聲吧 對啊 所以後來聲音我會咖 可是咖好像是平聲字 入聲平聲可能就有差 嬌應該是平聲 所以台語念平聲 所以他為什麼不找 嬌 因為嬌是入聲字可能是有這個差別 所以他們 他們審定還是咖是 咖才是本字 嬌是假戒或者後來 嬌 嬌可能是廣運才出現的之後起字 嬌你看說文就有了 所以我的懷疑嬌應該是後期字 其實嬌就是腳 你看一個從肉部一個從足部 構字不同嗎 就好像我們說嘴唇的唇 從足部的就好像從口部 形容他是某個器官嘴巴 那如果是像腳是肉做的啊 那唇也是肉做的啊 所以他就寫的是同一個字 中國那麼大你造字不可能 以前資訊沒那麼統一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中海集啊 中海集 有 美 美樂劍有嗎 美樂M14N我找350 沒有嗎 他這個是中字劍 不是美字劍 三五六不是五八這個好像五八好像中式劇 也是美式劍 八年康徹 二零零五嘛 一九九九 有趣齁 好 就是從這裡演出去了 這個 看這個原文書來想到以前 明天要上班不能太晚睡 我們再看一會兒啦 好 希望把一個湯圓看完 休息一下 順便測試這個暫停 當然暫停沒有很久他不會盪 最近盪的那麼厲害 馬上分享就有人看還是我現在自己在看 關掉 關掉 真的有人在看 來這個接下來這個 指標指針 常述 這個有講過 這個會 會有一個令人意外結果 比如說 這個是剛剛我們看過的 怎麼一直摸 這是妳的 代表 接下来是卡 卡 是他做配合的卡擾 那如果再讓他變成一個 這個長直的呢 再命名一個 長直的恰的指針 用零來給它出實話 CStream C的話可能是恰的意思 Stream就是這個 CStream is a constant point to恰 一個指向恰這個行別的指針 Cost pointStream 定義一個 Cost 用這個pointStream去定義一個 PS 那這個是指針喔 是指針的指針 PS point Is a point to a cost point to恰 Cost point的主下 它已經是指針了 再一個指針 指針的指針 前面好像學過一個可以 反參考再反參考 指針的指針 其實還是一樣 它的指回去 PS還是一個指針 指向一個長直的指針 PS它倒不是長直喔 對不對 只不過這裡 指向長直的 意思就是它這個指針是沒辦法修改它的基地 所以它是指針的 指針的指針 是指針的指針 基礎的指針 基礎的指針 是指針的指針 我們在這個基礎形別的時候 它是修飾限定這個被給定的type 限定這個 the type of point is pointer to恰 so Couse PS constant pointer to恰 not a pointer to couse 對呀 當然 const 修飾它的基地 在宣告裡頭 給定了西楚形別 所以他const是修定這個 它是一個const 不是說他這個 恰是const 他是修定這個是const Pistrim point of恰 Couse pointer is a constant point 還有一個 長直的指針指向恰 Not a pointer to Couse pointer 所以因為P String它是指針 恰指針 指針是長直 Couse pointer 就是指針的位置不能被改變 對不對 他不是說 指針指向恰的物件 對 對 所以我們讀一下中文翻譯就這一句而已 Couse pointer Pistrim就會是對chard的一個常數指標 對chard的一個 長直的指標 而非對 Couse pointer chard的一個指標 而非一個指標是指向 長直的chard 所以這個形別認知很重要 他 這都是那個嘛 他到底修是誰 就好像我們前面學的coun 前面學的coun express 他到底是修是誰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的coun 他說 在一般人講coun 都是修 modify 給定的形別 現在給定的形別是 Peace Dream Peace Dream當然是一個指標嘛 因為他是 恰這個指標的一個形別 的別名 你看我們前面學這個 對啊 就這個 Couse Express Expression 他修飾的是什麼 他是長直印算是後面的不是前面的形別 修飾是後面變數是一個長直印算數 不是前面的形別是長直 他不知道哪一句由這裡提到也是 我至少還記得 自己複習一下 我想到這個類似 關鍵都是 到底 對不對 對象是誰 都是九陽神功 你一定要找對主 他到底Couse修飾的是什麼 這裡一樣 所以他這裡都是這個意思 這也一樣 到底Couse是誰 到底Couse是誰 要搞清楚 Couse 但是 這個意思是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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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誰 是誰 歐 這裏要至終對齊 I have a chat Corn Spring 嗯 這裏一樣是要靠左才行 城市麻我們就用個別的顏色 太好恰對不對 這裏是Corn Spring 這裏應該是要凸牌的 他這個好像沒有這個東西了 到底是Corn 也要把它弄去 這個太多了 中文版這個是 又是8E 這個 這個只要用小字 下面就進不來了 到底是Corn 也要靠清楚 那這個 這改成綠色 他註解都是綠色 重做少年寺 重做是Corn 也要註解 PS 是Pointer to a Constant Pointer Const Pointer 因爲這個是Const Pointer Const 修飾這個 它是一個Pointer P-Stream 這都修飾它的 一個長子的指針 C-S 是Const Pointer Const Pointer Const Pointer 這很重要 Const Pointer 它是修飾 修飾這個 而這個東西呢 卻是CHA Point的 別名 Alias 所以它是修飾這個指針 指針是Const 不是 他指向的那個 行別 是Const Temping It can be Temping Temping 它可以被假設 有人的 Te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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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n be tempting tempt to appeal tem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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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set to inté Holding it it tempting 去理解一個宣告 用了一個形別的別名 在概念上取代了這個別名 用一個他相對應的行別去取代 雖然不一定是很正確 雖然不一定正確 雖然不是正確 他是很迷人的 就是用這個 去理解一個宣告 用了一個行別別號別名的 在概念上取代了一個 這個別號 相對應的一個行別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 你很容易誤把一個使用行別別名的宣告 理解成在概念上 以對應的行別取代的 取代那個別名 在這裡翻得不好 使用別名 使用別名 行別別名的宣告 理解成 在概念上 對應的行別別 對應的行別取代 對應的行別取代 Cons ch 他可能還是從前面的Cons 來的 前面的Cons 是 可是不行啊 他這裡為什麼要再命名 行別來的 了解 要 解釋 有 解釋 Cons Pstream CAUSE, PEACE, DREAMS, 寫下的誤解解釋 是這樣嗎?是把現在的CAUSE 注意到它反而變成CAUSE 它原來是CAUSE PSTREAM 對不對?才對呀 因為它前面的CAUSE DREAM這個變數 它是CAUSE 它可能是承接前面的一句來的 前面的一句 這一句來的 這一句 還有講的是這個東西其實是 指針的CAUSE 而不是CAUSE CAUSE 它本來是指針 你有指針的指針 指針的CAUSE However this inter-prehension is wrong 然而這樣的認知是錯 當我們用到這個形別 形別的別名 這個形別別名是CHA的指針 在這個宣告裡頭用到這個形別的時候 就是說 the best type of the decoration is a pointer type 它的基礎形別其實是一個 在這個宣告裡頭的基礎形別是一個 指針的形別 沒錯啊 因為它本身就是CHA的指針 當我們 rewrite the decoration use chart 當我們再寫一遍這個宣告 所以它這個果然是從前面那裡來的嘛 所以它才會是這個東西對不對 當我們再寫一遍這個 當我們複寫了再寫一條宣告 用了這個CHR the best type is 這時候的基礎形別是CHR and the ester 這個信號 is part of a decorator 它是這個宣告子 宣告原件的一部分 在這個形 在這個情形 在這個例子裡頭 CAUSE CHAIR is the best type 這時候CAUSE CHAIR就變成基礎的形別了 然後 Asterisk 卻變成了 它 宣告裡頭的一部分 不是基礎形別 宣告 宣告子 宣告的一個構成的原件裡一部分 它是翻成宣告器 這個重寫呢 這種改寫 將這個CAUSE CHAIR 宣告成了 一個指針 指向的CAUSE CHAIR 把它宣告成 指向的CAUSE 跟原來只是CHR CHR或CHR不一樣 而不是 而是CAUSE POINT TO CHAIR 這樣的宣告變成了 它這個指針宣告指向這個 而不是一個指向的CHR或CHR的一個 長指的指針 這個這部分我還蠻清楚的 我不知道你們聽我講的 還蠻清楚的 那它這一句我反而比較 你很容易把一個使用性別別 宣告理解成的概念上 以對應的性別取代的別人 接下來2.5.5 AUTO新別指針符 AUTO好像也是11引進 AUTO SPACE版 前面我們學會有SPACE版 AUTO新別指針符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11點半 這麼晚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裡 順便看一下它有沒有影音又不同 現在還是68頁 只看了一頁 你看 AUTO新別指針 中後只看一頁 1.5.5 vendor 公司 大公司 公司 小葦 大公司 大公司 你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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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传这一个 阿彌陀 處理心底 好 我們再一集到此 我要上壇了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影音有不同吧 大家到月瓮琴香照月驚慶 阿彌陀